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非常适合夏天的冷饮 芒果酸奶冰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我等一下会用两个杯子来装 一个是350毫升,一个是450毫升 但是我们一共加起来,大约能装上700毫升左右就行了 我们先把芒果切开 在果肉这边随便划上几刀 为了等一下比较容易的把果肉取出来 现在我们来取出大约50-60克的酸奶,把它们倒在杯子里 用勺子在杯子壁上很随意的涂抹 能抹出纹路就可以了 涂抹好了以后,杯子看起来是这样的 把剩余的酸奶都倒在打汁机里 加入芒果肉 倒入糖浆 现在把泡好的红茶倒进去,加入冰块 看一下加冰块以后总体积大约在700-750毫升的样子 打汁机启动冰块打碎的模式 打出来以后看看是这种粘稠状态的芒果冰 把打好的芒果冰分别倒入准备好的杯子里 不要倒得太满,你可以透过杯子壁看到美丽的花纹已经出现了 表面可以放上自己喜欢的水果做装饰 我家里刚好有樱桃,我就放了樱桃 吃的时候可以用勺子,当然你也可以用吸管 这样我们漂亮解锁又好吃的芒果酸奶冰就做好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集再见